莫娃是去製造不保言雪的空间 行不行 这些东西是想的 有一个限制 其实我说的本身就是一个限制 是的 当你有一个限制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东西 把限制变成不是限制 或者会超越限制 其实有不同的方式 对 补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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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限制 是生命体的限制 任何一个和寡人 有一个重作人 任何一个因 都要面对那种东西 就是生命体的限制 你选择语言 反过来也可以 就是那个选择 呈现那个限制 我喜欢这个字 还是共舞 是的 但是有的很好看 是的 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是好的 你不需要寻求解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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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对光线的变化 在人 就是光线可以投射在人的身上 或者投射在不同的物件上 那个变化 我一直都很感兴趣 这个就是由抽中到所谓的具杖 其实都一直用得着 刚才你说的那个地板 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张抽中 而且你剪了上一件 那一件 你下底那一件就抽中 不是吗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你画的画 变得贴身 做个老爸 不是 是很简单的 因为你对那个孩子来说什么 你跟他说藝術史 知道那个孩子的视觉 那个发展 他最初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他想起闻闻闻闻闻 看到东西 会追着光线来看 那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在一盏灯 附近画一些东西 他应该知道的 因为其实这个故事 我很少跟他说的 是他嫌疑的说出来的 阿杰 是 这个 对 你给我 我 看着中间的位置 有没有很顺利 有没有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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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时候画了这么多大画 要搬那时候怎么算 所以那时候担了很多 就是这样 你搬不到那时候 只能担 有没有顺利 有些东西 我会摸得比较实在 一些东西 如果我当时 一早就摸了 我要背着那么多画 可能我现在只能背着那些画 我不会画画 是吧 就是因为当时我担心它 是吧 因为我只能担心它 我才会画新的画 那就是这样 是啊 是啊 做得很快 我相信有些东西 有价值的话 它会在我现在的画 走分出来 甚至它走分出来 我也不知道 有很多画的方法 有些人就问 它真的会毁灭了一张画 我开始的时候 我不记得我 有没有这样试过 但是我很快 我就不再试这种东西 我用一种比较难度的方法 就是搬到街口 有人要就要 油画本身是一个很 很工匠的手艾 你每天都有它做 一张画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我只是选择这个起点 所有东西都在过程中产生的 这张画 其实对我来说 不是想给你明白 什么东西 反而它产生的思想 说明空间 我觉得这东西比较重要 你画得这么小 你会进入这种状态 你不知道自己在画的东西 所以开始又会问 这个状态是否真实 其实是一种糾纤 和现实的糾纤 所以我为什么要画这些具章画呢 都是一种糾纤 因为具章画首先 让你知道外面的东西 但当这个具章画 说的又不是外面的东西 它就开始产生另外的意志 其实我不是很重视 就是所谓艺术的探索 本来是人生的意义 我只不过借艺术的探索 去呈现人生的意义 我自己觉得我的生命有限 我宁愿认真真去做好这种物料 好过去探索很多不同的物料 我自己觉得是窮一生 去做的东西 我说过夜神也是 那是有一个前置的 什么叫过夜神 你对自己生命负责 所以你喜欢怎样过夜神 没有人可以加任何意见 没有人可以加任何意见 我自己觉得是窮一生 你最后一生命负责 我可以加任何意见 你最后一生命负责 你最后一生命负责